也發展 現場收聽上架不到十八小時 已全面下架 顏雅倫情感瘋波 這把火也影響代言 雨水淚水噴口水 新風衣能讓你免於禍水嗎 上半年手握十五項代言的顏雅倫 機能外套品牌拍攝的新廣告 釋出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部分廣告內容已改為不公開 廠商也還在評估是否續約 另外外送平台 也已宣布暫停顏雅倫的廣告活動 不管是歌手演員或是主持人 都是不同樣貌的我 也就構成了現在的我 贏阿倫影歌詩三期 主持功力也曾獲得金鐘獎肯定 只是原本預定要出席 二十六號的KKBOX 風雲坊記者會 主辦方也宣布延期 另外公視新節目也跟著喊咖 形象大傷 恐怕也影響旗下藝人 因為我覺得藝人的堆疊 非常的困難 然後也非常的脆弱 只要一個不小心 可能在道德上面 有什麼瑕疵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才剛簽下李玉喜和蔡黃乳 升格當經濟公司老闆的顏雅倫 曾透露繳稅至少千萬 只是這回爆出未成年偷拍性愛影片 顏雅倫儘管公開道歉 仍擋不住相關議題延燒 形象恐怕跟著打傷 三星新聞最後報導